美国加州山火肆虐 亚洲暴雨洪灾 淹没了孟加拉三分之一的国土 东非惨遭蝗虫侵袭 遭遇粮食危机 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的发生 让人类感觉到了恐惧和不安 于是 我们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示 难道 地球要进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了吗 其实仔细观察自然电条里 发现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可能 事实上 我们无法忽略每一次的天灾 因为这都有可能是大自然给予的 能挽救的机会 我们不得不去重视这些问题 以此来尽可能减缓和避免灭绝的来临 那么我们想知道 在地球发生过的前五次大灭绝 经历了什么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原因是什么 人类又该如何自救呢 种种迹象 又真的预示着地球进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吗 目前已经有科学家发出了警告 关于生物的大灭绝 当然不会指的一个物种灭绝 而是指整个科 母 钢的生物全部灭绝 像我们熟知的恐龙大灭绝 就属于整个墓被灭绝 每一次灭绝都伴随着一代霸主的陨落 在地球的发展史上 就经历过五次这样的灭绝 第一次是在距今4.4亿年前 也就是地球40亿岁时 人们称这次灭绝为 奥陶纪大灭绝 在这个时期 海洋无脊椎动物种类繁荣 然而没过多久 全球变冷的温度 灭绝了地球上的大部分的无脊椎动物 引发了第一次大灭绝 在地球41.45亿岁的时候 距今3.65亿年前 泥盆济时代 岩浆的爆发灭绝了大量的鱼类 这是第二次灭绝 第三次灭绝发生在距今2.5亿年前 科学家们称之为二叠际大灭绝 世界上超过96%的物种 都在这一次灭绝中消失殆尽 第四次大灭绝 在距今两亿年前 三叠际时期 爬行动物成了霸主 在这一次灭绝之后 地球上有76%的爬行物种消失 第五次大灭绝 在白厄纪末期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恐龙大灭绝 这五次灭绝 无一不是消灭了地球霸主 那么会不会有第六次大灭绝呢 科学家们进行研究后发出警告 大规模的生物灭绝 其实有一定的周期性 大概6200万年一次 而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 正好在这个数字附近 也就是说 地球很可能已经进入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并且已有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是个人的异象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环境成为了人们最棘手的问题 如今 温室效应的不断累积 导致全球变暖 南极的无冰区日益增长 这似乎都是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信号 而这一次的矛头 却指向了人类 白厄纪恐龙灭绝后 人类才出现 一跃成为地球霸主 然而 在人类1500万年的发展过程中 高科技渐渐占据了大部分的生活空间 随之而来的 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增加 自工业革命以来 碳排放严重 破坏了大气层 全球各地的气温不断升高 冰川融化 北极熊岌岌可危 不仅如此 由于人类在过去不注重保护环境 乱砍乱伐 胡乱捕杀 导致全球的生物种类急剧下降 生物数量不断减少 毋庸置疑 这严重破坏了生态圈的完整性 在生态圈中 每一个物种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制约和依赖的关系 它们凭借这个维持着生态圈的平衡 一旦其中的一环遭到破坏 整个生物圈都有可能崩塌 导致生物大灭绝的原因不仅如此 核战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和长崎式的原子弹爆炸 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那之后的很多年 内力都是寸草不生 无疑 核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旦有一个国家使用核武器 势必会导致其他国家的跟随或灭亡 从上面我们会发现 导致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原因 似乎全是由于人类不爱护环境导致的 人类似乎是罪魁祸首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造成大灭绝的原因远不止于此 首先就是行星撞击 一颗足够大的小行星撞击事件的发生 将导致生态和大气的破坏 摧毁生物和人类 或许地球将重新进入黑暗 不幸的是 目前人类的小行星探测系统并不完美 就我们目前的水平来看 小行星是不可探测的 未知才最可怕 一旦有小行星撞击地球 或许人类面临的就会是灭顶之灾 其次就是火山爆发 不久前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的海底火山爆发 喷发规模为本世纪最大 科学家把此次喷发定位为 唯一15高级 火山中夹杂着有毒气体 喷发高度甚至超过了20公里 这使我们想起了曾经火山喷发 导致的岩浆灭绝了超过80%的鱼类 因此科学家推测 火山爆发很有可能是 下一次大灭绝的原因 根据地球过往的发展历史 我们会发现地球是存在冷热更替周期的 大约在12000年前 第四冰川结束 下一个世纪地球将重回炎热 也就是说 即便没有人类 全球变暖也会来临 人类只是加快了它的速度 而每一次灭绝度过之后 地球都会迎来短暂的繁荣期 之所以说短暂 是因为繁荣也有代价 任何一次的季节更替都会让整个生物系统被重置一遍 食物链顶端的生物算是出头鸟 上一个时期的霸主 几乎都与下一个时期的繁荣无缘 在过去的所有历史中 恐龙是唯一能称霸两个纪元的生物 人类作为如今的世界霸主 按照以往的规律 我们势必会在季后变迁之后被丢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各国现在都在积极倡导保护环境 绿色雏形 就是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减缓地球发生大灭绝的速度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 感谢观看